李显龙总理和他的新内阁成员 今晚在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宣示就职 哈利玛总统表示 关闭疫情再次凸显新加坡精神 国人团结一致 在最艰难时期互相扶持 总统也欲请新加坡人继续团结 全力支持政府带领国家度国危机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庄严的就职典礼开始 全体起立唱国歌 在哈利玛总统发表讲话后 李显龙总理率先在总统府宣示就职 副总理王瑞杰则在国会大厦宣示就职 国务资政张志贤和尚达曼 以及各部门部长高级政务部长和政务部长 之后也宣示就职 200名受邀嘉宾在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内的 六个不同地点管理 哈利玛总统在内阁正式宣示就职前的演说中表示 我国今年突然受到冠病疫情冲击 庆幸的是 全国上下过去五年和长久以来的努力 给予政府坚强的基础 哈利玛总统呼吁国人 全力支持全民选出来的政府 带领新加坡度过这场危机 哈利玛总统 新内阁共有37名政治职务者和2015年大选后的内阁人数一样 由于我国目前依然处于阻断措施解封第二阶段 蒂贤隆总理和他的新内阁成员 分成两组在总统府和国会大厦两个地点全时就职 以保持安全距离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